好来看到花莲先议员魏家宴为了要解决国魂礼林森国宅周边地势 低洼容易淹水的问题 之前特别邀请了花莲市长魏家贤 以及世代会部主席李政伟到场来进行会刊 那么初步达成将周边的路面提升 并且重新施作排水设施的共识 但是碍于公所相关经费有限 魏家宴则表示将会积极来争取县政府相关经费来做改善 花莲市林森国宅新建完成已有40多年 在过去不曾有集盐水的问题 但随着周边建物林立建筑地基提升后 导致林森国宅成为当地第四最低洼的区域 每当豪大雨发生 雨水就会集中在林森国宅周边 造成当地住户相当困扰 因为我们这个五三五项 周三五三五项 它这个地区刚好是我们建国路那边的水 都会沿着建中街汇集到这个地方来 然后这边又是地势最低的地方 那这边的排水系统 因为老旧而且都很狭窄 那希望说社工所能够为我们处理一下 帮我们这个做一个改建 把这个排水溝做得顺畅一点 让我们的这些居民 不要在下雨的时候 到雨期的时候大家都担心 林森国宅就位在花莲市庄山路五三五项内 管理委员会日前透过国婚里长赵瑞萍 针对集盐水问题 特别向县议员魏家宴寻求协助 而议员在日前也特别邀请花莲市长魏家贤 及时代会副主席李正伟 到场进行会刊 初步达成将周边路面提升 并重新制作排水设施的共识 那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些过去一些老旧的沟体 有占用到私人土地的部分 那我们会将排水设施的部分 来做相关的改善跟修缮 那也看到这附近有一些排水沟的部分 是过于老旧 有不利于排水的一个功能性 那我们未来会编列 找一些经费来做相关的改善的一个部分 那未来我们花莲市区内有各个需要改善的 我们会逐一的也将问题找出来之后 来跟地主协调 那等改善完以后 也相信大家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目前看一看 其实这整条可能要做 可能经费也非常的庞大 那会后可能会看再邀请一次 欣赴的人 然后再来看看经费 如果可以要得到的话 我们希望赶紧来改善 因为毕竟防汛期要到了 避免会再次造成居民的伤害 国魂里长赵瑞萍也指出 由于中山路535项第四低洼 导致建国路的水流会沿着建中街方向 集中会聚到林申国宅一带 加上525项的排水设施也有老旧问题 希望施工所能一并纳入535项的改善工程 但碍于工所的相关经费有限 魏嘉燕泽表示 将会积极争取县府相关经费 挹注资源来做改善 记者徐立琴华林斯报导 导致建中 麥當勞